接下来要上的是面积跟体积 面积就是长度的平方 体积就是长度的三次方 就是告诉你说 长度关系要换成面积关系要平方 长度关系要换成体积关系要三次方 长度是两倍 面积就是二则是四倍 体积就是二乘二乘二倍成八倍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呢规则的面积有公式 什么三角形、圆形、长方形、T形面积有公式 不规则有两种方法 现在基本上都不教了 看一看欣赏一下就好 比如叫方格法就叫质量吧 方格法就是属格子 画成一格一格属格子 确实有一格的就是当中一格 凡是不到一格的 多一点点或多很多都算半格 然后看数一数 然后看一格多少 总共有五格 一格是两平方公分 二五就得十平方公分 那因为不到一格的都算半格 所以当然会有误差 那你如果格子画得越细 误差就会越小 但数的就越跨仓 这样子 所以所谓的方格法 然后质量法就是跟天秤一样 你把这个形状 然后照苗捡起来 放在一边 天秤的一边 另外一边 开始丢 捡好的一格一格丢上去 然后呢 丢到最后两个一样的 所以表示两个一样多 一表示年纪就一样大 那看你捡了几格 一表示年纪有多少 知道质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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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知道意思就好 所以基本上现在不太教也不太 会问这种问题 那这个体积的单位 一公升一千毫升 ML 我们上课教M就是什么意思 千分之一的意思 千分之一的意思 千分之一的 MM 千分之一公尺 千分之一公尺 OK 所以M是千分之一公升 一公升一千毫升 然后也提示过你 这个意思都一样 所谓的一毫升 就是一cc 就叫一公错 就叫做一粒方公分 所以有个题目上写的是 多少粒方公分 有个题目上写多少工作 多少毫升 它意思都一样 一毫升就是一cc 就是一公错 就是一粒方公分 意思都是一样 叫做体积的单位 然后呢 我们怎么样量一体的体积 基本上就是用粮桶去量 那粮桶使用前面交过什么 目光要平视啊 凸起来看最高一点啊 然后再看最低一点啊 那请你回去看 前面交过你的粮桶 该如何使用 那么规则的东西 各东西可以用 那不规则怎么办 那不规则怎么办 不规则 就是用头水法 把它丢到水里去 用头水法来量 但是丢到水里去 它不要不容于水 且不汗水作用 那我们上课的时候 也问过 那很不幸的是 鸡侧也考过 万一它可容 那要怎么办 万一它可容 要如何处理 容到饱和 容到不能够再容为止 OK 所以基本上 头水法是用在 不容于水 且不汗水作用 怎么把它丢下去 我们就可以量到止机了 像这样 这些上那几个V1跟V2 那东西你不要太理它 我讲过了 你只要呢 拿个笔呢 把字写下来 你就会了 好 我们的水 有50毫升 我们的水 加我们的东西 有70毫升 所以我们的东西多少 70-50 叫做20毫升 就算出来 就这个意思 就上面的意思 那另外还有一种题目呢 也是一样 以前是三考书 所以又一天再考 他很不幸的 鸡侧也考过了 那就变成大家就爱考 就是 沙子 沙子里有空隙 有空隙 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 我们的沙子 加上它的空隙 就起来 加上空隙 有50毫升 然后呢 我们加水 加了40毫升 然后呢 把水丢下去 就把空隙填满了 就是 水 加上沙子 有80毫升 于是会问你说 请问你沙子几毫升 两个箱减嘛 就是 40毫升的沙子 哪个问题 空隙几毫升 这里 50-40 叫做10毫升的空隙 所以你只要把那个什么东西的字写下来 看一看 你就知道答案在哪里 怎么算出来了 然后你们不要看那什么V1 V2 V3 V4 什么V3-V4那种 太半天看不出来什么玩意 就把它写下来看就可以了 这又是我们的投水法量体积 这个是我们比较喜欢用的方法 考试比较会考的方法 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面积跟体积的测量 重点在我们的投水法